嗨嗨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我是羽衣之兔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去年我沒有做這個主題 我說不知道什麼去年怎麼了 我就沒有做這個主題 想說設定目標沒有用啦 我都沒有達成之類的 但今年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突然想到了來制定新年的目標 你記得大家回顧一下 我2022年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比較重大的改變呢 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 不要忘了給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全部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那就來去看看 2022我到底有怎樣的重大改變 2023年我的新年目標又是什麼咯 2022年我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之前我都用筆電想說可以隨身吸蛋 可以隨便去哪裡 都可以使用電腦 我的比較末端的時候 我把我的筆電換成了桌墊 開啟了我作為VTuber直播的人生 對我VTuber都是有在直播的 只是不定期玩一些遊戲 就是新手體驗的這樣子的遊戲 那也可以跟我互動互動打個廣告 我的部頻道 那我不定時就是也是薄熙的開直播 如果想跟我互動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部頻道來跟我互動互動哦 因為有些人說希望我開直播跟本事互動 但其實我都有開直播 只是用VTuber的程式 就是VTuber的直播在開直播的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開啟了VTuber的人生 直播遊戲做新手的體驗 第二項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的體態有變了 之前我都沒有去量體重 那我媽媽之前也有想說要瘦 所以有吃一些保健食品 他問我說要不要吃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 叫我去上那個磅秤 看說我的體重到底是多少 有沒有很胖之類的 那倒不敢量 我最重最重大概可以到62公斤 那時候都是吃垃圾食品 那時候我超喜歡吃一枚小泡芙的 初一十五要拜拜的時候 幾乎就會兩三包的一枚小泡芙 再吃零食餅乾那些我都會吃 甚至正餐不吃就是吃那些零食餅乾啊 或者是正餐也吃就吃零食餅乾 那一陣子就是最胖好像有到62公斤吧 我媽叫我去量體重的時候 發現我瘦了 那她問我說我怎麼去撿的 你都沒有吃什麼瘦身的產品啊 為什麼你瘦 那我就是檢討我為什麼會瘦 第一個就是我的零食吃的比較少了 我的就是茶啦水分啊 不管湯湯水水的 我喝了至少有超過2000C 他一直去尿尿去排 我有吃薄健食品頂多就是B群跟膠原蛋白而已 剩下我都沒有吃那些減肥的東西 我就覺得有意識的去知道 我現在吃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跟我的第三項是一樣的 我開始有意識到我會吃的更健康 我就知道我要吃零食 那我是我正餐不吃就是吃零食呢 還是我在這段時間我吃零食的話 那我要怎麼辦 我發現還有一點就是我每次吃完就是 我現在是一天吃兩餐嘛 就是中餐跟晚餐 我吃完的這段時間我都一定會先去走步數30分鐘 所以水喝的夠 就是湯湯水水喝的夠 然後走步數這件事情 少吃零食一點點 那吃了東西的話就會比較 吃的也算是比較圓形的食物 就是盡量不吃那種加工的 就是盡量吃圓形的食物 我也沒有比較忌口 就是有些人說減肥一定要就是 那個什麼東西不能吃什麼東西 我也沒什麼忌口 我還是照樣喝珍珠奶茶啦 或者是雞排啦 或者是一些炸物的東西 只是那些珍珠奶茶跟炸物 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或者是兩三個禮拜 或是一個月才喝一次 就不是很常態的東西 就是盡量會吃比較健康一點的東西 靠這三個步驟 那我現在62公斤到 我現在是差不多最胖就是52公斤 沒有到53公斤就是52公斤多 然後甚至50公斤多 就是看我那天吃的有沒有比較罪惡一點點 所以就大概就是在52公斤多 50公斤之間這樣子 不會超過53公斤這樣子 我覺得有走步速 你水量你真的要排出去 因為東西都寄在你的身體裡面 如果你沒有辦法排出去的話 就會一直累積在你身體 所以你一定要靠一些湯湯水水 來去把它排出去 我不會說我都喝白開水 我不會說我沒有喝白開水 我都是喝湯啊 或者是茶類的那代謝出去 就是湯湯水水至少要有2000星斤 這樣子我比較容易去達到 你說一定要我喝水我做不到 所以我都是喝湯湯水水到2000星斤 然後走步速 那我之前是說1萬步 從1萬步開始 意思到1萬5 1萬5 那有時候會走到2萬 就看那天的狀況 可能1萬5或者是2萬 我的步數有增加了 那那時候我在洗澡的時候 發現奇怪了 我的腿感覺變細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這樣子做 所以我的體態有更好了一點點 所以走步速之後 那個腳比較緊實 比較瘦 把以前的褲子 就是可能會卡在大腿那邊 上去的褲子 再拿出來出來 欸穿得下了 就表示我的體態 就是腳的體態這邊有變 雖然我的肚子還是很大 就是 就是因為有走 所以讓它那個肌肉更緊實了 所以 覺得去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還是還蠻重要的 那我現在可能就會 2023年可能會加入 比如說 讓步步 比較緊實的那種運動 比如瑜伽什麼的 來 可以去做做看 那搞不好 肚子就會跟腳一樣緊實 這次還是要長期的 不是說 你 呃 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了 就是你要持續去做 第四點 就是開始有意識的去斷舍 以前就覺得 放在那邊把爛啊 就覺得說沒什麼啊 至少我看了好多好多斷舍離的影片 看完就說 來看看 尋一下家裡說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斷舍離的 哪些東西是我不需要的 那 因為看了斷舍離的影片之後 我就開始有意識到 我要整理家裡 以前我就是擺爛啊 我就不想清潔啊 他在那邊狀況也不會怎麼樣啊 就是 我可以忍受髒這件事情啊 但不知道為什麼 看了斷舍離的影片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清潔的影片啊 我之前有看 呃 說我看那種韓國的YouTuber 做那種清潔系的 YouTuber的那種影片嘛 看了之後就說 哦 平常我都沒有想要整理家裡 那 可是看了那種影片之後 欸 我 欸 好像這邊可以整理一下 那我來整理一下好了 那我就會有意識的開始整理家裡 看了這個影片 我會有動力去整理家裡 或者是斷舍離這件事情 然後沒有能量的時候就看一下 就是過一陣子 哦 沒有能量 然後再看一下 哦 又有什麼可以斷舍離 但是從小部分的開始 比如說 哦 一下子就是大工程 一下大工程的話 你是不能完成 像我媽呀 去斷舍離她的衣服 那 她的衣服很多 她就 呃 不到十分鐘 可能 maybe三十分鐘 哦 我累了 我不想做了 所以你要從小的步驟開始 可能 我今天斷舍離我的衣� 或者是斷舍離我的 呃 櫥櫃裡面 就從小部分小地方開始 慢慢的去做 那你就覺得 哦 空間變大了 原來我可以有這麼多的空間 我不需要這麼多的櫃子 或者是送納的產品 再來看 2023年的年度目標 在說年度目標之前啊 就是手帳 我希望能做到手帳 但是我沒有持續下去 所以這本 豆卡的這一本 幾乎浪費 我幾乎都沒有寫到 所以在2023年的時候 我就意識到 我這樣不行 那這一本 完全就浪費 這一本買的貴貴的 至少要一百多塊吧 但我都沒有再使用它 我覺得是浪費它 所以我開始 把豆卡裡面的一些圖片啊 把它剪掉 把它貼在我的新的手帳裡面 我這樣子覺得說 我有利用到這一本的 那之後就會像這樣子 這樣子比較可愛一點點 我就像這樣 把它的那個圖案剪下來 變得比較可愛一點點 那我也有利用到這一本 接下來是2023年的年度目標 我希望我能做得到 我只能說我希望我能做得到 第一個就是 我只有寫這幾頁而已 有時候就覺得 沒有什麼事發生 不知道要寫什麼東西 所以2023年 我希望能養成寫手帳的習慣 我還是習慣紙本 我不習慣墊子 所以至少在紙本上面 我能養成這個習慣 會加入我的 比如說我今天出去 那我花了多少錢 那我是花在哪裡 就是加入收支跟 收支跟支出的部分 我今天的一個心情跟想法 我今天是比較遇阻 我遇到了那種 酸民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那我今天的心情會是如何呢 是好或是壞 那我覺得我的東西不一定要多 因為我就覺得說 哦 只有一兩項很少 所以 像 像這一邊的話 其實是兩天在一起的比較多 像我這個 也是兩天在一起的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說不一定要寫多 重點是有持續下去就好了 第二點就是 我YT頻道的更新啊 其實是非常固定的 除了我自己偷懶以外 家裡有事以外 就是大部分都是我偷懶沒有拍影片 就覺得說沒有動力去拍影片 所以我希望在2023年的話 我希望我的YT的頻道 主頻道的部分 希望能更新可以更穩定一點點 那 貨頻道的這個 就是直播的影片的話 就是遊戲直播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再多一點點 跟大家互動這樣子 第三點就是持續的集結 那我可以想像是我的空間變得比較寬裕了 那東西更好整理了 那我會去想像一個這樣的畫面 那我希望就是 我現在目前就是有一個木櫃 就是如果拍影片之前有看到的那個木櫃 那我希望我的衣服就是集中就只有那個木櫃 這是我最最大的終極目標 希望那個衣櫃就是我所有的衣服 那比較外套的話 就是一個櫥櫃這樣子 我就希望 摺的衣服就是在一段 比較厚重的就是一個櫥櫃這樣 解決這樣的衣服 我會希望把衣服漸漸的變成比較高品質的 可能maybe台灣製的 或者是其他的 我在想想 就是盡量品質好 因為我發現有時候去菜市場買 那也不是說有時候菜市場 他也會買到品質很好的 但有時候就是 可能是淘寶的比較便宜或 幾乎就沒有很好的品質 所以我還是會在菜市場買 但是我可能會有意識的去挑比較 感覺品質比較好一點點的 像我菜市場有的穿了10年20年 他還是沒有壞還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會更重視一下 衣服的品質或是褲子的品質等等的 那要不要換成台灣製的 我不知道就再試試看 因為現在要買台灣製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中國製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會再想想 不一定要去做到通通都是台灣製的 就是目前有意識的去斷手禮這件事情 第四點 就是希望我能吃的更健康 體態能更好 還是會吃零食 但是我希望我的零食會比較健康一點點的零食 而不是比較罪惡的零食 就算有罪惡一點點的零食 那也不要是太常態的去吃 你說不吃那種很罪惡的食物真的很難 台灣是美食王國 你說不吃那種罪惡的東西真的很難 但如果一旦吃了那種罪惡的東西的話 那我會希望多運動 那如果那個罪惡的東西 我希望不是太常態的 不要說說一個禮拜吃一次 可能一個月吃一次 總之就是減少吃那種比較罪惡的食物 或是希望能吃比較健康的食物 可以讓體態更好一點點 不管是體重哪 就是讓自己體態更好一點 更健康一點這樣子 第五個 我之前用匹克幫 匹克幫它的格式就很怪 就很少去更新我的匹克幫這件事情 因為它的介面真的讓我覺得很難用 註冊幫格子 那我覺得那個介面對我來說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我就一直沒有動力的去更新我的部落格 2023年的時候我想說把荒惠的部落格 maybe可以重新啟用我的部落格 第六項就是我希望能培養更多的興趣 像看之前那個有人就是學畫畫 那我就想說 如果我要做一個我Vtuber的形象 那我做畫畫 這個興趣的話 我可以做得到嗎 感覺畫畫是一個很高的門檻的這件事情 我做得到嗎 或者是培養其他不一樣的興趣 那我能做到嗎 我能培養到怎樣的興趣呢 所以在2023年的話 我想要多培養一點點的興趣 每筆清潔系的Youtuber也是一種興趣 清潔也是一種興趣 或者是基建也是一種興趣 也不一定 就是看2024年的時候 年度的回饋看我會培養怎樣的興趣 主要我還是想要畫畫 因為畫畫的話可以做 專屬於我的Vtuber的形象 但是我覺得那個門檻好像很高 好像自己做不到那種感覺 那我要從哪裡下次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看看我2024年的回饋的話 我會做到怎樣的啊 這就是我2023年的年度目標 希望在2024年的年度回饋的時候 有東西是可以達成的 不要說都沒有達成的一些東西 希望你會喜歡這樣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 不要忘了給我訂閱 按讚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全部通知 這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見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留言 我都會給你一顆愛心愛心咯 我是羽魚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